探索未知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岸探索 降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天气变化 但是大自然神秘莫测 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常的现象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五次奇怪的降雨 红色的雨 1957年7月 印度克拉拉邦正常的一天 人们正在街上忙碌 突然之间下雨了 于是人们开始奔跑避雨 突然有人发现异常 落到地面的雨滴 变成了雪红色 场面十分诡异 看起来好像是电影中 才会发生的情景 科学家研究之后初步认为 是陨石爆发将雨水染成红色了 然而有的科学家认为 雨水是被一种枣类植物给染红的 现在当地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 因为雪雨出现了好几次 华盛顿附近的牛奶雨 在美国华盛顿和俄勒冈州交界的地方 曾经出现一次十分奇怪的降雨 雨水呈现乳白色 和牛奶很相像 科学家对此感到很困惑 他们无法弄清雨水的来源 一番研究之后 科学家认为 这是由于风从火火山附近 带走了一些灰烬 灰烬和雨水混合之后 就变成了牛奶状的乳白色 绿色的雨 2002年夏天 印度加尔哥达曾经出现过一场绿色的降雨 这次降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十分危险的酸雨 实际上并无害处 雨水中混合一种花和芒果的花粉 因此呈现绿色 无独有俄罗斯的莫斯科也发生过一次绿色的降雨 这次降雨呈现绿色 是因为雨水中混合了大量跨树的花粉 银币雨 1970年在俄罗斯的一个城市 埋藏在地下宝藏中的成千上万枚钱币 被龙卷风吹到了空中 于是当地小镇的居民就经历一次银币雨 这些银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 现在很难计算出这一笔财富的价值了 钻石雨 钻石雨在地球上还没有发生过 但是在木星和土星上面很常见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钻石雨中的钻石最大直径可达半英寸 由于大气中的雷暴和高压 钻石降落到地核的时候会融化 然后再次蒸发 循环往复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